有后面很多人的声音 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题目就是 有这个车要爬山山 它要 我们的车到Q 距离和直角的距离 有100m和2m的距离 OK,distance已經找到了 Let's explain how you would to calculate the actual distance the car hand move 到底它的PQ多好 它距離跑得多好遠 OK,怎樣呢? 怎樣去做呢? 用 到底用什麼? PQ是屬於哪一個? PQ是屬於... 它是屬於哪一個? 我們直接找PQ OK,PQ是屬於... 它是斜邊來的啊,對不對? 斜度嘛,它有斜嘛,對不對? 那麼我們直接找... 用...用square loop加起來咯 兩個150square咯 加掉另外一個加咯 因為我們現在要找斜邊啊 斜邊,PQ是斜邊來的 OK? 那麼我們要找2square OK? 然後... 就是說我用calculator來算了咯 OK? 怎樣算呢? 啊... 算給你們看 用calculator咯 所以... OK... calculator站在這邊 OK... 不用怕,有calculator給你們看 好,怎樣用calculator等下算呢? 然後你用calculator看一下咯 150... square... 加掉2square... 我們就可以看到是多好咯 OK... 可以的,22504咯 然後我們要square loop一下 OK... 150.01... 這麽少啊 啊... 然後他要進往 2 decimals collect to 2 decimals collect to 2 decimals 看到這個式字很長 150.01... 3333327 對不對? 然後你要進位 進位 進的話 兩個位數 二意思說 小數點後面再來 加兩個...兩個式字 OK? 這邊呢 150.01 OK 150.01 因為後面的3還沒有超過4 OK 所以說 不加一個1在前面 所以說 答案是150.01 cm OK 所以說 so 等 所以說 怎樣算呢? 不用 using particle stern 因為它 這個 right angle to angle 直角三角形 vitical and horizontal 變成一個 四角三角形 我們就找出它了 真正的 那個 車跑的距離是多少 150.01 比如說 多跑一點點 10m 吼 0.1m 就是 0.1m 就是 1cm OK 就是 所謂的這個題目 太簡單 對 對